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听的话和不喜欢听的话 女人更是如此 那些会讨女人喜欢的坏男人 他们虽然没有英俊的外表 也没有富有的钱财 更没有恋人羡慕的视野 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 他们有着非常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并知道哪些话女人不爱听 哪些话女人爱听 他们与女人交往的过程中 会将话说到女人的心坎里 让你们听到了会非常的开心 像吃了蜜一样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一个深爱女人 喜欢的人 那就必须加强这方面的修炼 并知道女人讨厌你说什么 喜欢你说什么 那么女人讨厌你说些什么呢 我当年男人都喜欢吹牛 都喜欢说自己过去有多么多么的厉害 但在与女人交往时 一些男人可能经常会这样说 并且还觉得自己说这样的话 会让女人很崇拜自己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现在说这些话的男人 很容易让你想到这个人肯定 现在很有面子 因为好汉不提当年有 提起过去的男人 明显是在显摆自己 明显是现在信心不足 就像跟别人说 我现在不行了一样 不行咱们打赌 男人天心爱赌 如果男人说要与你打赌时 那并不证明他就一定的把握 因为他们有时候更喜欢去撞运气 中了奖的比例比车祸的比例是一样的 他不认为自己会遭车祸 却会认为自己会中奖 但是女人并不喜欢那种没有把握 还喜欢吹牛的男人 说这样话的男人 往往会在女人眼里的形象大打折扣 这顿饭我请了 谁也别给我争 谁争我就跟谁急 说这样话的男人 在女人眼里是一个非常小气的男人 区区百八十块钱 至于这样吗 家里其实就剩一百块钱了 他还非要说出这种违心的话 其实内心是非常希望你们争吧 求求你们了 只是爱面子啊 不好说出口 我是一个不求蝙富的人 别指望给我打扮给你看 在现实生活中 男人往往不注重自己的形象 他们会很愚蠢的以为 自己邋遢的样子 才会显现出男子气概 但是又有多少女人 会喜欢一个男人邋遢呢 又有多少女人 不喜欢帅气的男人呢 过分的不修蝙富 往往会给女人一种 你特别懒惰的形象 朋友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说这话的男人 肯定是不打算有好日子过的 他会很直接的告诉你 那你以后就跟你朋友过吧 永远都会离开你 让你后悔莫及 你想太多了 女人天生就是心思缜密 男人应该多主动的去了解女人 究竟在担心什么 去主动的为她排忧解难 应该表示愧疚的问 我一定有哪里做的不对 才会令你如此的烦恼 并不是对她说 你想的太多了 这句话往往会使你在女人的心里 大打折扣 上面就是一些女人特别讨厌男人说的一些话 当我们知道这些话以后 在以后的日子里 与你们交往时 千万不要说出类似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